我們繼續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這樣子的一個轉換之後 經過一個平移轉換之後還是跟原來一模一樣 所以我這樣子平移之後 原來在這個老空間裡頭的 所以我們說每一個晶體它都有兩種晶體 一種晶體我們稱之為 實晶格 或是real space 或是real space 或是real space 所謂一般的晶格點 跟導致空間的晶格點 那我們的藻色普圖 看到的是什麼 所謂的導致空間的晶格點 那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種概念在很多地方都有 對不對 比如說幾個例 比如說我們這邊做這麼多人 那以後出社會之後 大家賺錢的錢欲 money domain money domain domain domain就是領域 money domain 這個不太講究錢人都不太會拼一次對不對 money domain 潛意 比如說這排都領22k 所以22k有五個人 這排都領30k 30k 有10個人 這排都領40k 8個人 這就是一種副例的轉換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們法人簡單化 所有人的價值就是跟錢有關 當然我們可以有道德欲對不對 這邊還有道德 這邊很拜德對不對 這邊道德文上 這邊如此 這邊什麼 也可以嘛對不對 10個如此 10個拜德 10個什麼 這個下流對不對 也可以嘛對不對 這也是有副例的轉換 瞭解意思嗎 那錢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不去討論 個別的細節 我們是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就是做副例的轉換的一個 最重要的這個因素 所以一個有很多面向 比如說 他是 又有錢又有道德的對不對 那假設又有錢又拜德的對不對 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經典一樣有兩種 兩種什麼 兩種空間 十空間 他看起來的樣子 導致空間 被作用之後 散射之後 他所表現出來的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這個副例的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說 我們講一個人很複雜 就跟我們說 要描述一個樂器的樂 這個音譜很複雜對不對 我們用這樣子簡單量化 問題就好好討論嘛 問題就好好討論 所以其實這個中間 副例的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比如說舉個例子 這個 台北市長選舉是兩年前的對不對 台北市長選舉兩年前 那個 裡頭有一個做大數據的這個 他的大數據團隊有一個 物理學博士跟一個數學博士 為什麼是物理學博士跟數學博士呢 他們就做一些這種大數據分析 怎麼做 其實他們就做 所謂的複利的轉換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一段文字 你看網路上一段文字 他就把文章全部抓下來 全部抓下來 比如說他找到 這個字叫柯文哲 對不對 柯文哲很壞 柯文哲跟很壞 柯文哲跟很好 第一個 這篇文章 柯文哲出現幾次 比如說二十次 對不對 很好出現十次 很快出現三次 好 但是出現二十次跟出現三次 還有柯文哲這三個名詞 雖然都在文章出現 你看起來很好很多 你說這篇文章都在稱讚柯文哲嗎 不一定 因為可能三次的這個字 全部都連在柯文哲 柯文哲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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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好呢 某某人很好 出現二十次對不對 所以你研究的是什麼 第一個出現的頻率 F是多少 比如說柯文哲十次 很好三次 很快二十次 第二個 他們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呢 G就是什麼 次數 R就是什麼 靠得多近 所以比如說 柯文哲跟很好這個字 完全中間沒有這個字 距離是0的話 就表示這篇文章 真正在講的就是柯文哲很壞 如果他看很好 距離是0的話 就表示這篇文章講的 柯文真的很好 所以 文字 他可以用 複裂轉換跟物理學 來描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些大數據分析 有很多數學家跟物理學家 原因就是這樣子 了解意思嗎 所以比如說 我就跟我們需要建議 你們要修國文課 或是修一些什麼倫理課 你不是要強迫這個 叫什麼 你們要修科學倫理對不對 必修齁 比如說很簡單 你這個人有沒有課程 或是這種文字有沒有成長 或是文學課 學完之後有沒有比較文雅一點 很簡單 你在學的第一堂課請你寫天座文 來論什麼什麼 論這個道德 或是說有一台火車對不對 TED有看過嗎 火車上站了20個人 然後鐵軌有兩條路 前面一條鐵軌是斷了對不對 如果你往前直直開 掉下去就20人都死掉嘛 另一條鐵軌上有一個 比如說老太太在上面走 你免過他時候20人就得 我可是你要殺掉那個人 對不對 讓你去寫一個這樣的文章 然後呢 上過了這個 18週的課程到學習過的時候 你再寫一篇文章 同樣的程度上你再修行一次 那看你的觀點是怎麼樣子嗎 那怎麼樣分析 你學生課有沒有進步 一樣做副立業分析 第一個 我有一些文字庫對不對 有些叫正面的詞演 有些叫負面的詞演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很好優秀 這個稱讚積極 這種叫正面的詞演 對不對 敗壞 這個輪喪 崩毀 這種是所謂的負面詞演 對不對 好 就分析你這些文章 在描述這些議題的時候 比如說關鍵議題是 比如說殺人好了 可能是殺人更好連結在一起 對不對 可能殺人更好連結在一起 那我就分析你這些字眼出現多少 做副列展換嘛 我們先得到G 就是那個 2ips 2ips G 就是那個什麼 剛剛講的那些字眼 對不對 還有呢 剛剛講的很好很快 這些詞 跟你的距離有多少 R 有多少 那我就知道什麼事情 我就知道你這邊 你這個人經過修完這門課之後 一開始你可能在 所謂的 實慾 或者是所謂的道德慾 對不對 你的這個值是多少 然後 然後 修完課之後呢 你這個道德慾呢 是多少 對不對 或者你的知識就有所提升嘛 這就是未來的趨勢啊 這也是 很多科系做不到的啊 我們特別有這種想法 所以 這種的分析 其實我們現在算是說在固態物學上用到 可是呢 你自己想想看 是不是未來 我們假設 不要去做這些半導體業 去做這種數據分析 你是不是就可以掌握很多的資訊跟前級 對不對 了解意思嗎 他就是副列展換而已 只是不是那麼Sign 跟Cosign的副列展換 但是 你可以去做同樣的一個事情 ok 好 所以這樣以後覺得比較不陌生一點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 對 我們在講的兩種類的提示 啊 那 老色呢其實就是什麼 把時空間的 把導致空間的圖 把它投影出來 讓你看到可以 投影出來讓你看到可以 那 那個關係是前面就有講的 B1 B2 B3的關係式就是 它跟我們的關係式 這個 這個有同友講就是順序會插個正負號 如果沒有關係 因為插個正負號 體積沒有負號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體積 對不對 這是某個面 A3 A2 close都合到這個面 所以這是體積 體積 是 數值 那關係式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問題 所以時空間就是你們看到的文字 導致空間就是我剛剛講的分析 所以你們下次可以去試試看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分析 甚至你們這個 我都很鼓勵你們 這個 故理 這個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在五月的時候 有光電周的這個專題發表 你不一定要做 所謂的 比如說像我先是做一些什麼 磁性材料 也先做光電材料 你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其實這樣的分析專題 你去業界的時候 人家很需要 現在越來越需要這種東西 如果你有這種能力 也許你一開始做起來 很粗淺 但是我想沒有關係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開始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能力去做一個研究 比如說 你可以研究中原大學 跟我們的校長 這個文字在網路上的這個關係 對不對 那 這也是一個專題啊 對不對 那你用的是科學的方法 對不對 用的所謂是 實力 頻率 那這可能是文字率 對不對 的關係 所以我們時空間如果做轉動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A去做轉動的時候 比如說A變成A' 那我的這個B呢 也會變成B' 那我的這個B呢 所以A那怎麼用的時候 B也會去轉動 大概意思這樣子 那還有呢 十空間的單位是長度 導致空間呢 它單位就是負面之一 那所以導致空間呢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負面空間 也是負面空間 那大家回想 就可以回想 我前面在定義這個金面的時候 為什麼有HKL HKL的定義是什麼 是把實空間這個數字把它導過來 對不對 取什麼 最小紅倍數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實空間跟導致空間 為什麼我們這個A1A2A3 跟B1B2A3 可以連結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 A跟B我們是不是就差一個什麼 相乘 相乘一點二拍嗎 那我們前面在做這個 做這個這個金面的結局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數字 比如說叫做3 它變成3分之1 對不對 那假設這2分之1 這是1 那把它乘以6 這變成什麼2 這變成3 這變成6 對不對 236嘛對不對 你再把它乘 236就是所謂的寶空間數字 乘上10空間數字 3分之1乘上3 不就是1了嗎 對不對 不就等我剛剛推的好多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晶面是不是就跟它連結在一起了 了解意思嗎 為什麼APC前面是 我們用的是UEW 這裡用的是什麼 這個HKL 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導致空間就是複裂空間 所以我們在做金面的時候 HKL的那個空間 OK 好 那 所以 所以我們 在這樣的導致空間建立之後 我們後面就會用到一個概念 導致空間 我們本來是用來描述所謂的 變成密度的周情系 可是到後面我們就會用來描述所謂的波向量 在晶體中的這個周情系 波向量跟晶體中的周情系 那為什麼要講到波向量呢 因為我們到時候會提到我們的 這個入射光的波向量在晶體中怎麼傳播 我們電子在晶體中怎麼傳播 那還有呢 我們在講這個所謂的波函數 在晶體中怎麼去傳播 它出現的這個機率密度怎麼去傳播 所以呢 雖然我們就做了這樣一個轉換 把電子密度用個空間的周情 導致空間中的周情 畫出來 可是實際上呢 可以用在所謂的大部分的波函數 波向量上面 好 所以我們首先來看 怎麼把它跟我們的這個 著色條件把它放在一起 那第一個 這個著色條件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範例 假設我們今天一個入射波向量 我現在可以寫成 可能就有IK-BOT-R 一個入射光 顏值方向去走 顏值方向去走 那打到這個 這是一個晶體 打到晶體的時候 我現在打到這邊這個晶體 往這邊跑 我打到這邊 那一小部分晶體 往這邊跑 所以呢 入射的K向量 打到它 打到它 就產生了這一段 跟這一段的什麼 光層差 因為這一段 跟這一段一樣差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差 唯一差別就是這個隆期 唯一差別就是這個隆期 好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換一下圖模 假設這個 這個 我們的光 這樣子入射 閃射出去 入射 閃射出去 好 那這個叫做R向量 那我們入射是叫K向量 閃射叫K半的向量 那 換個虛線 這個就是垂直 這就是垂直 那因此呢 這一段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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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有多長呢 假設把K向量 好 那就是K向量 紅色 K向量 把K向量延伸過來 把K向量延伸過來 那 那 這是K向量 所以有K跟K prime 這個向量差 這是別拉K 這個就是什麼 實力上的光程差 那這一段呢 其實 如果當這一段 等於這一段的時候 就會形成建設性改字 好 就形成建設性改字 好 所以呢 因為我們本來入色是K向量 出色是K半的向量 那 因此呢 我的入色波呢 我們可以寫Exponential ikr 一個平面波 我們可以用Exponential ik 你們有學過把波 平面波 用Exponential ik. 我們用X來表示好了 那 假設打到一個東西之後 它閃射之後呢 變成球面波 就會變成R分之 Exponential ik.r R就是閃射之後 這個距離 叫做R 這個方向就是X方向 有學過吧 平面波 球面波 這是平面波 這是球面波 那這以後不要搞混了 這時候R方向 我們只是單獨特定指這個方向 好 所以我們注射是Exponential ik.r 閃射之後呢 變成Exponential ik.r 除了兩個之間的相位差 它的FaceFactor呢 就是Exponential ik-k'r 好 那這個k-k'r呢 會不會形成這個 這個干涉呢 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說 這k-k'r呢 Exponential ik-k'r呢 它的平方就是我們的閃 它就是我們的閃射幅 那平方它就是我們的閃射強度 閃射強度 好到這裡為止 這個概念有沒有問題 那因此呢我們來看看 我們剛剛說 我們在導空間中 它的F 它的這個函數呢 它的密度函數呢 我們本來是寫Nr 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F 可以寫DbNr Exponential ik.r 對不對 那我們先不管G 我們先管這個入射這個什麼 這個向量差 寫K-k'r 那這k-k'r 在我們剛剛畫的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負的Δk 對不對 就可以寫I 負的Ik DbNr 這純粹是描述這邊這個光層差 那這邊這個光層差 我現在畫的剛好不一樣長 假設剛好是一樣長的時候 跟不一樣長的時候呢 它的強度呢就會不一樣 因為這兩個是互相乘在一起的 先不講後面 這個等於這樣子 好 那我們說 k-k'r 負的Δk 或是k加Δk 就是k像那樣 加上剛剛這個差值 就這個差值 一定要等於什麼 k'r ok 所以我就畫這張圖 這是k 這是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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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Δk' 好 那 如果說我們這個Δk 這個Δk 跟這個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Δk 跟這個G去比較 它剛好會是相等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或者說你要讓這個值是最大值 必須要怎麼樣 要讓它這個值最大值 因為我們說這是散色的m2 對不對 要讓這個值是最大值的話 g跟k必須要什麼樣的關係 是 g等於k嘛 對不對 它是0 所以以前會變成e嘛 對不對 所以我得到的積分就等於ng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要是散色幅最大值 那見證定干涉的想法 就是我等於k 但是等於k-g的時候呢 我的f就等於什麼 比vng的基本真是常數嘛 對不對 所以就起了什麼 vng vng ng呢是 我這個 這個 位在g位置附近的這個 電子密度函數 電子密度函數 成量體力就整個電子密度 所以這在告訴你什麼 假設我的入測向量差 lata可以給你導致金格 向量的話 那我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強度是bng的 政府 app的就是bng的一個數值 bng的數值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 在這裡頭 我們要特別提點 這個data k 是k-k' k-k' k-k' k' 一個項量 k跟k' 兩者之間 兩者之間 假設我注射是k 他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 因為k等於什麼 k等於 k等於 200一起亂打 這學過吧 對不對 k等於200一起亂打 注射跟反射 我的k值 我可能是 彈性閃射 什麼叫彈性閃射 我的量值是不變的嘛 對不對 可是呢 我的方向變了 所以我會從k 變成K'可是呢 我的量值是不變的 第一種是非彈性閃射 我的K本來是爛打分之二拍 變成了爛打加β爛打分之二拍 這種是什麼 非彈性閃射 我可能量值變的方向不變 甚至量值變的方向也不變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擾射呢 我們變的是什麼 我們值變的方向 我們不變什麼 不變我們的這個什麼量值 所以我的能量是守門的 所以我K平方會等於K'平方 也就是我量值必須是要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彈性閃射 所以我們剛剛原來的ΔK-G 可以寫什麼呢 寫成 這個是寫成什麼 K-K'就是ΔK 那我們稍微移向一下 變成K加G的K' 那我們再把他講給平方 那平方之後呢 就可以演得到什麼 2K都有G加進量比0 那你說做這個幹什麼用呢 我們在這裡頭呢 主要有幾個很巧妙的式子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一個 等一下應該會再提到 就講不延續的時候 這個是做一些數學運算 對吧 只是把ΔK換成這樣 八道平方 一向一下而已 做數學運算 那他的巧妙是出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 其實他就是個布拉格定律 為什麼他是布拉格定律呢 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整個 整個東西是個彈性 彈性閃射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一向一下 一向一下 那一向一向你說會差一個負號 反正沒有關係 因為導致空間來說 往前走往後走 差負號沒有關係 最重要量值是要對就可以了 因為經底是周旋性的嘛 對不對 往前走往後走 並不會因為你加個正號負號 就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一下加起來2K 都可以去平方 那在你們的這個 這個我們就一般稱之為 condition for depression 這個要記起來 這是我們老色的一個什麼 老色條件 老色條件 必須要2K都已經連去平方 那這個東西呢 神奇數字在什麼地方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 不連區會再用到一次 神奇數字在於 這個 當然我們要寫習體的第一題 寫習體的第一題 其實第一題要證明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G像如果寫了 HB1加KD6加LD3的話 我會得到DHKL給二拍寫G 就是這樣子 DHKL等二拍寫G DHKL等二拍寫G G呢 DHKL D100的E1 就是 假設這是圓點 這個是X方向 所以呢 假設這是圓點的話 100面 是這個面嘛 對不對 這個面嘛 這個面叫100面 這一個距離叫做D100 這個距離 就這根筷子的距離叫D100 好 所以呢我們DHKL 可以寫成什麼 2拍寫G 當然這G呢 這個H就變成B1加B2加B3 假設是 比如說G 那邊假設是 D100的話 就寫成 2拍 然後在這裡頭呢 我只剩下什麼呢 B1 B1的決定值 就是 就沒有了 對不對 因為其他都等於0 就等於這樣子 好 那這裡我們 系列有沒有CCD 會讓我們證明DHKL等於2拍寫G 好 如果我們這個式子呢 我們先假設 你們已經知道的話 待機率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來看一下 2K多的G等於G08 然後呢 2拍寫G等於D 所以 G等於什麼 2拍寫D嘛 對不對 可以出我們的G 上面好了 我們的G 等於2拍寫D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把 這個式子呢 把它帶進去 這變成什麼 這邊寫D 除2拍 這邊呢 把K換成什麼 按打除2拍 然後因為DOT就有一個 這個 K-DOT G 它多出的這個SIGN 不要忘記 這個 這個SIGN 怎麼出來的 還記得吧 這個 這個 空正差子喔 這一個是什麼 D-SIGN C-T 這是D嘛 對不對 這個C-T-C-T 所以 所以呢 這C-T-C-T-C-T 這叫90度補角 對不對 這補角 所以這是sita,所以這段長度叫什麼b-sci-sita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之後可以拿到2乘上2派去爛打sci-sita給2派去b 那把它移向一下 這個跟這個消掉對不對 第一過來爛打移過去 變成什麼公式 是不是2b-sci-sita沒爛打 所以這個continion of deflection 所以就是導射條件式 其實它就是布拉格定律在導致空間中的描述版本 這是10空間大家能夠理解嗎對不對 這是導致空間中的版本 這是10空間中的版本 好,再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 那在這個sita角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跟這個晶面這個夾講 這個夾角 注意不是這個角 是這個角 因為 所以有時候會寫錯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講折射的時候 對不對 常常會用上面嘛對不對 這不要弄錯 只是 請說 這個 k到g 內機的方向可算是一樣的 對 我剛剛就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k都很g向量 我們的g向量的方向在哪裡 我們看這樣讀 這裡頭b b跟g b跟g 它的方向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主要是什麼 這個方向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的k方向是什麼 k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這我入射這個向量 對不對 所以我的k向量 我的g向量 我的k向量 我的夾角是什麼 k向量 是這個角嘛 對不對 他這個角跟這個角 戶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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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角嘛 呃... 魚角 對不對 不是彥角 魚角 所以本來應該是 但是k都的g是 口賽性他沒有錯吧 口賽性他沒有錯吧 那